欸大家好,我是王狗 最近呢,觀洛英這個東西非常的霍虹 據說他可以讓你看到你的前世、心生 甚至是你過世的親人 像遊戲裡面還願杜先生看到他的女兒美欣 現實中有些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爺爺奶奶 再再來都說明了觀洛英是有多麼的神奇 而好奇心滿滿的我呢 什麼事當然也都想嘗試看看 除了吃上了 所以我昨天就預約了一間專門觀洛英的佛堂 想帶大家看看傳說中的觀洛英到底是不是像 還願遊戲中的那樣 Check out 對他一開始呢,的確跟還願還有網路上說的都一樣 想念一串他自視的文字而領取紅布 你們可以看到紅布裡面是有貼著輔咒的 然後把鞋子脫掉 坐在椅子上 開始準備整個過程 杜先生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有看到燭火嗎 那是美心的原神 燭火怎麼樣 對,你們可以看到 海外裡面,杜先生 會一直聽到何老師的聲音 那其實現實夜中也是一樣 像你們看到有一個師姐 就在我的旁邊問我說 有沒有看到什麼畫面 你有看到什麼 綠色的幽默 十幾分鐘就一直 一直在動 10幾分鐘就一直 正經營的要 Update 嗯,這零動 你想進去就會集中 怎樣 一集中,就回頭門來不 weigh 所以你怎麼 怎麼要吃 혹시好 怎麼又放輕鬆 又可以進去 不要說我記得我 進去我應該是第一次 你也是第一次 因為Google插一插 插一兩個月 喔 整個過程都跟遊戲 還有網路上非常相似 只是插在 不是每個人都能像杜先生一樣 那麼清楚的看到而已 像我在整個過程中 其實影像是沒有看到的 但是我的眼皮 有一直在不停的跳動 那這個以科學角度來說呢 的確有可能是一種精神暗示 當你一直想要看到的時候 並且搭配師傅給的一些指令 的確有可能達到催眠的效果 而產生一些幻覺 這個東西始終沒有辦法被科學給證實 畢竟科學的條件是 一樣東西必須要可以反覆的驗證 但是如果以玄學的方面來講呢 我覺得師傅的話也有他的道理在 看一下畫面 觀點數法它是道家的一個術法 這個敲這個法石 再搭配念咒的話 就是要這個引起這個吃上的共鳴 就有可能 經由這樣的一個術法 進到靈界去 要了解 對對對 你說進到靈界去是另外一個世界 還是只是靈回出竅的概念 靈回出竅 到進入到另外一個空間 全程都要請神明做主 有神明在旁邊護身體 從頭到尾的話 這樣子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 所以其實還是跟那種 我們講西洋沒有冥想 還是有差距 冥想是自己去想出來 這個觀點數字 為什麼它成功機率這麼低 因為它是真實的 但是如果說 你經由這個書法進去 到連接去看 它跟楊世堅是有對應的 我舉例來講 曾經往生者走掉的時候 他找不到東西 他藉由這個觀點數進去 困那個 這個往生者的東西在那 那往生者當場跟他講說 在廚房的那個 櫥櫃底下的某個角落 時候回來之後 真的去找 真的找到 真的假的這麼厲害 對這個就是有對應的 哦 難怪人家說 觀點可以看到過去跟未來 對對對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有點疑問 是 就會不會因為我們有時候身體狀況 導致說我每次觀點的結果 看到的未來是不一樣的 日本大阪就那邊 不管你是搭船去 或是說等搭飛機去 目標看到的都是一樣的 不會說 舉例來講我們就看這次元成功 比如說這次看的是四合院 比如說再過一個禮拜再看 不可能變成日本建築 變毛巫 對對對不會變成這樣子 好好了解 之前網路上有一個影片 是 就是有一個人他在觀點的時候 全身都抖得非常的嚴重 像我剛剛就只是野皮動 可是那個是他已經整個打到地板 那是我想請問一下 這是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 隨著這個磁場的改變 他會被這個磁場牽動 多多少少有些人會有一些靈動現象 有些人是腳會動 有些人是手會動 有些人是輕微的擺幅 那你剛剛講的那個 躺在地上那個狀況 可能他真的有什麼零件的狀況 哦 比如說他這個 可能剛剛被卡到了 強力的把這些晦氣排出 他可能因為磁場的變換太大 他可能會造成你這樣 那個情況 聽說 是是是 好OK 那我們今天訪問旅師傅 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今天謝謝旅師傅 謝謝謝謝 謝謝